10月21日,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,针对个别外媒质疑中国经济数据,认为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一事。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回应称,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,站不住脚的。 袁达指出,前三季中国经济增速虽略有放缓,但发展质量仍在持续提升。 以食物量指标为例,今年十亿黄金周期间,全国铁路、道路、水路、民航共发运旅客超五亿人次,收费公路交通流量达到3.7亿辆。 10月1日当天,全国铁路客运量达到1713万人次,刷新国庆假期单日客运量历史记录。 这些食物量指标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反应,完全能够支撑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的判断。 个别外媒质疑我国经济数据,认为我国经济是严重放缓,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,站不住脚的。 袁达指出,2019年以来,在国内外困难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,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,经济结构持续优化,民生福祉不断改善,既实现了稳,又取得了劲。 中国有条件,有能力,有信心,实现经济平稳,健康可持续发展。 前三季度,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2%,这个速度在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快的。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 只要就业扩大,居民收入增加,生态环境质量改善,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, 经济增速高一点,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。 会上有记者问,针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种种矛盾挑战, 中国经济又如何保持稳定发展? 袁大表示,下一步,我们将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,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加快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, 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,扩大高水平开放,着力做好六稳工作,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